今天是中秋节 我们来学习一下古人是如何赏乐的 首先学习一下古诗中的意境 必落贵寒姿 清秋是素期 一年逢好夜 万里见明时 这是唐代诗人张富的中秋月 中秋这一天家家都会摆出瓜果月饼 据说唐高祖李渊于文武百官欢度中秋 曾经说要以胡人的圆饼邀明月 后来就逐渐演变成了月饼 还可以插一束桂花 取禅宫折桂的好兆头 然后端出兔爷 古人在中秋时 由于再联系